我知道你和Frank 都在計劃我離開 我懷疑這件事我不能讓 熟悉《2001太空漫遊》的觀眾 肯定忘不了這顆紅點鏡頭 它是哈爾 一台人工智慧超級電腦 而和電影《星際效應》一樣 這兩部相隔半世紀的科幻片 都預測人類將需要人工智慧 才能突破對宇宙的探索 因此現實世界中 Simon就此誕生 Simon就是國際太空站的大內總管 Simon會在接下來的任務 他會在兩種項目的項目 所以我們能夠提供他 好的提供 在困難的方法 今年6月 Simon乘坐獵鷹火箭 抵達國際太空站 這台只比籃球大一點的AI機器人 由德國航太中心 和空中巴士公司合力打造 連接IBM的雲端資料庫 能自我成長 越變越聰明 平時漂浮空中 以英語溝通 還能體察人類情緒 在一個小型組合 在長期的旅程中 會有特殊的反應 有特殊的反應 或有特殊的反應 或是有特殊的反應 大家新闻 留任好兵役